请问,智行一处,无死不半的真实义,应如何才能真正达到这个标准? 世尊,这个教会在《大小陈经论》里面说的很多 那么由此可知啊,这句话了 世尊当年在世,常常提起的 常常提起呢,那就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这个智行一处,有浅身差别不同 由事出事乏不同 那么当然,它的作用呢,也就不一样了 我们在《华严经》最近读到的,刚刚读完这单经论 急用乌鸦三位门 急就是若定 就是智行一处 用呢,用呢,是起作用 所以,你晓得了,这是定 它功夫全身不一样 以《大乘法》的标准 这个智行一处啊 就是菩提心上讲的真正 智臣心 智臣心是你的真心 是你的本性 从这上讲呢 你本来是佛 这个话一天都不假了 是你的真心 你现在呢,迷失了真心 迷失了真心就变成忘心 忘心是 不真 不真就是你的心是假的 不是真心 不成呢 你这个心是虚伪的 我们不讲对别人 对自己 你就想到你的心是假的 是虚伪的 你的念头啊 刹那刹那在转变 前一个念头说是 后一个念头你说非 马上不得否定了 你不是自己对自己不称事吗 自己对自己都不负责 你怎么能把事情办好 你怎么能建立信用 这是行而易见的 真诚 真不是虚妄 那么你想想 佛在三尘 经教里面讲的 宇宙万有 那个是真实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个相 不仅是物质 精神现象 也包括在其中 那么讲到法相为实的 你就更好懂了 阿赖耶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你看报法里面排列的时候 有违法 有违法就不是真的 无违法是真的 有违法里面 那头一个就是阿赖耶 第二个是摩纳 第三个是意识 第四个是前五识 心 是虚妄 心俗 是虚妄 不相应刑法 是虚妄 都不是真的 设法的物质 物质是一塌起 也不是真的 所以白法前面的 有违法 九十四法 包括了 四处世间 一切法 把它归纳为 九十四类 全是 虚妄 不实在的 真的是 真的是无违 无违里面 有相似的无违 有真正的无违 真正无违这一刻 最后一条 叫真如无违 心 念住在真如无违 这个人就成佛了 那就置心一处 无死不完 那真的 这样 你真的真如了 你明心见性了 心就是真如 真的真如的样子 是什么呢 六族慧能大师 讲的样子 讲的太好了 简单明了 真如 清净 真如 不生不灭 真如 居足万法 这个居足万法 很难懂 无量智慧 无量德能 无量相好 通通居足 整个宇宙 就居足都在真如里头 真心 从来没动摇过 不像我们忘心 忘心是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 接着来 所以妄想纷飞也 念念不住 这往显 后面讲 能生万法 整个宇宙 森罗万象 都是真如 品显出来的 所以 真正 如来果地 执行一处 这是究竟圆满的佛谷 那么往下来讲 华严经上 四十亿位法神大师 也是执行一处 就是真正 真正为什么 还有这么多等级 这个等级是 无始无名 习气 还带着 是从这个地方讲的 我们在华严经上 说得很清楚 那无事不办的 那就像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音 他能够与 设法界的众臣 设法界里的 有菩萨有佛 他没有见信 他也是什么神 设法界认识 感应到教 应一什么神得度 他就信什么神 神没有定向 法没有定法 应用什么方法 帮助他开悟 帮助他回头 帮助他回头 就用什么方法 所以方法 无量无边 不止八万四千 这是如来的 无事不办 发生不少 在四图里面讲 这十报专业图 那么我们再 降一等 降一等 方便 有余图 那就是四圣法界 四圣法界里面的 佛 菩萨 声闻 缘求 也是执行一处 他执行在哪里 他那个心是 忘心 不能算真心 还是阿赖耶 阿赖耶 他觉悟了 所以这里 这叫迷雾 六道凡夫迷 四圣法界雾 谁雾 还没有能 转阿赖耶 成大运之 还没有能转 他在那里 用功夫来转 所以他住的是 真求 念念 拒尔不迷 这个在一般讲什么 诸般若 不迷惑 六道凡夫是 念念 迷惑 颠倒 没有般若 就是没有智慧 这人跟静不一样的 或者说 四圣 法界的菩萨 诸清净心 清净心 神智慧 清净心 跟真心 靠得很近 你看 真诚 下面是清净 靠得很近 他执行在这个地方 心住在这里 我们今天要修佛 特别是净土宗 净土宗修什么 修清净心 心净则佛土室 那你是净土 净心感的就是净土 这个道理很明显 我们的清净心 也太难了 清净心到底是什么 也不晓得 所以尽宗法门 有特别的方便 这冷言会上 最初方便 阿弥陀佛 你把心就住在阿弥陀佛上 这个不是口念 口念 心里还有妄念 不行 心 心里都真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你用这个心 你决定完善 没有完善之前 在这个世界 无论做什么事情 你都会做得很圆满 为什么呢 你心是定的 你心不散了 你心里都没有妄想 事情来了 一接触 是智慧处理 不是妄想处理 我要想想怎么做怎么做 就妄想处理 不需要想 一来自自然然 他就给你应付到了 做得很圆满 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佛当年在世 你看多少人 向他请教 提出问题 佛随身 马上就答复了 绝对没有受考虑下 没有 马上就答复 给你答复 就给你解决了 祖师大德了 一份如是 我请进张家大师三年 我们向他老人家提出问题 他不是马上解答 他都是等很久解答 那个不是不离开答复你 你心服气躁 这个教学法 高明 必须要看着你 你心定下来了 这才能接受啊 心美不定啊 接受不了 给你讲了 现在二边风啊 这你听了 出门就忘掉了 那有什么用处呢 我跟他三年都是这样的 有疑惑 去向他老人家请教的时候 他都是很近 非常安静 看着我 让我自己也静下来 这才接受他的教导 他哪里要想呢 看破放下 他还要想半个钟点吗 没出道理啊 所以从他的教学当中 我们就非常肯定 这个学习一定要专注 这真能学到东西 那我们想想 我们所接触 很多这些学生们 心都不能专注 就是 智行一出 他才能学到东西 他心散乱呢 学不到 这阿罗汉 菩萨 祝般若 那我们六道凡夫 我们得先住什么地方 当然 学佛了 知道 我们要住 清净平等 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 清净平等 就 就你不要管他 只要清净平等 就先进 清净平等好像是水啊 就是照 水干净水平等 他自然就起照的作用 心不清净不平等 照的作用没有 那你是作用是什么呢 作用是意识 意识就是分别执着 第六识的分别 第七识的执着 这个分别执着 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错误 执着里头 你要晓得 执着的里有自私自利 有贪嗔痴慢 你看摩大师 四大烦恼 长相随 头一是我见 我见就是自私自利 我爱 爱就是贪 我吃 就是欲吃 我慢 慢就是成灰 谁叫贪嗔痴 自私自利贪嗔痴 我们现在讲这精神的这部分 有这个东西 他就现身就变无知 想法就起来了 所以贪嗔痴吃慢 是余生俱来的烦恼 不是学的 只要一迷自然就起来了 到底什么东西变的呢 给主要说智慧 智慧得能 你看余生俩 你看余生俱来的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叶迷之后啊 智慧就变成烦恼 得就变成造业 相就变成了 六道三土 刹那之间呢 他就变出来了 这个俱生不是说 过去身中 深深湿湿 染上这些不好的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当然也有 这是第二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 你迷了自信 把自信里面智慧功德 扭去了 转变成这些东西 这个要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 学佛 希望这一生当中啊 要有真正成就 真实的成就 我们把心安住在阿弥陀佛 连迟大死 万年 就是一句不好 任何人来向他请教 他就是阿弥陀佛 那第二句话是 这一代祖死 那么在世间 我们还有身体 在世间 处世带人皆无 我们讲最简单的 最实在的 你把心住在世上一道 就对了 你是什么心 是善心 不要瞧不起世上 世上太广大了 胜广无际 最前的人道 人间的神仙 再提升天道 再提升神文 再提升原觉菩萨佛 世上做到圆满 是如来过地 你怎么能把世上看清楚呢 心住在世上上 你的心善了 你修净土 你的心尽了 你看 我们把心住在清净 把心住在善 善 不容豪奋 不善 夹杂 那这个善呢 这个善是菩萨善了 凡夫做不到 凡夫的时候 还有 妄想 分别 执着 夹杂 不容豪奋 不善 夹杂 那是什么人呢 最低限度 都是明心渐心 渐心称呼的人 华阴静 想 四十一位 发生大死 那是他们 才能做到 我们要努力 尽量 要减少 不善 那怎么个修法呢 头一个 你就要学 六足会能大使教你的 不见世间过 你心愁善了 见世间过怎么样呢 又有不善夹杂了 一切众生 六道里面的凡夫 都是善我混杂 你只看他善的那一面 你不要去看我的那一面 你才能修到善心 才能修到是 不容豪奋 不善夹杂 你要常常看到 这个人不对 那个人不对 你天天夹杂 你的善心不会圆满 你这一生不能圆满 管这个 管那个 管东 管西 管到最后 自己还要入山土 你的古报的时候 还是恶鬼地狱出身 你跑不掉 你说你亏吃他 这个事在讲太冤枉了 你管这些人 管这些事情干什么 把人叫好 所以是普度众生 是自己做好了 感动别人 这是真的 感动在现在这个社会 不时 短时间见笑点 那个见笑见得 快点 也要舍你 这个人常常会帮你 常常说你的坏话 你怎么样呢 你常常说他的好话 决定没有意的丝毫 怨恨心对他 这样子 十年下去之后 他会想到 我天天说他 他天天赞叹我 所以良心发现 要十年的时间 良心才能发现 他才会感到 我在这一生当中 真的遇到一个好人 那我们要问呢 这个天天 毁谤我造谣声势地 陷害我的 这个人是不是个好人 是好人 为什么是好人 他帮我笑业障 修复的你懂这个道理 他说我许多许多不是的时候 我听到之后 我要分析 我有没有 有则改之 无则加明 决定不怪他 他是好人 他能说我 让我能够改过自信 他真正是恩德的 是恩人的 你还能批评他吗 你还去责备他吗 你还去怨恨他吗 那好了 人缘相报 没完没了 你给人家戒怨了 你错了 真地无事戒以来 一直都是错的 今天遇到佛法 才搞清 才明白 不再做错事情了 我们学了佛了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 一教奉行 真的 你看我这一生 这个冤枉委屈很多 但是我很感谢 那些造谣生死 毁谤我的人 有不少真的回头了 因为什么呢 我从来没有说他一句坏话 从来没有批评过他 我都是赞叹 他替我消灭的 我很感激 这个时候 这就能化解冲突 化解矛盾 矛盾是有两种原因 一种是故去深重的原因 一种是现前的误会 都不值得放在心上 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是智慧 如辱不动是天空 接受自己来检点 这个忏悔 这是自己修行的功夫 这是功德 你要会修 天天在积功里得了 你不会修 天天在批评人 把你所修的功德 全都烧光了 后哨功德 全烧光了 全烧光了 问题在你自己会不会 你自己懂不懂 所以我们今天做人 学佛做人 心 按住在纯净 纯善 按住在纯善 我们的净土一定成功 按住在纯善 我们能化解 现前 世事的 原情太主 全部能化解 纯善能化解 纯净 决定深净土 与菩提心相应 往深净土的条件 化菩提心 异象专念 我们都去除了 这就对了 所以从 不计别人过 下手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夏威夷 突出这个报告 我非常受感动 他里面的讲的 跟佛法讲的 原理原则完全相同 外面人没有过失 过失在自己 真没有过失 无论他做善 做恶都没有过失 为什么呢 凡所有相 皆是绝望 他哪来是过失 那跟偶叶大司 讲的话 一样道理 净免无好处 好处在于心 经是不止环境 语言是人次环境 没有好处 也就是没有过失 没有好坏 没有善恶 好坏善恶 是自己的反应 我们用善心 来反映 世界非常美好 没有一样不善 我们用不善的心 这世界上 没有一样的好东西 在自己 不在外面 外头没有 就这样懂 你要听懂 要听明白 清了之后 在生活上就用上了 你就很快乐 去学而实习之 不予怨恶 佛法里面讲个 法西充满 真的不是假的 你看天天消夜长 天天长智慧的 怎么不快乐呢 是这个道理 要懂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阿 阿 你 佛 佛 佛 好